到了2035年政府计划进口4000兆瓦的低碳电力 以加强本地的能源供应 到时这将占本地三分之一的电力供应来源 来看记者陈思璇的报道 贸工部长严金勇早上为新加坡国际能源州主持开幕时说 我国将从试点计划开始 着手处理跨境电力交易相关的技术和监管问题 当中包括从马来西亚半岛进口100兆瓦的电力 以及从印度尼西亚布兰岛进口100兆瓦的太阳能电源 能源市场管理局将公开发出两项提案征求 第一个下个月推出 业者需进口多达1200兆瓦的电力 预计2027年开始 其余进口电力的征求提案 预计明年第二季推出 到了2035年启动 目前能源业的碳排放量 占本地的总排放量约四成 部长表示 由于我国的资源有限 因此进口低碳能源将成为中短期内能源转型的关键推动力 政府将从不同的国家进口各种低碳能源 确保供应多元化 保证能源供应的安全和稳定 同时政府也拨出5500万元资助12个项目 作为推动低碳技术方案的研究费 当中包括氢和碳的收集 使用和储存等 另外 能源市场管理局和育狼集团联合开展600万元的育狼岛可再生能源提案征求活动 以测试可再生能源 能源储存系统和低碳技术方案 将育狼岛转化成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能源和化学园区 新传媒新闻记者 陈思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